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第五年办理的后山文学奖 获得交通部观光局东馆处及众馆处益柱经费合办 真文文类分为在地书写新诗与散文类及全民书写短文类 即日起向全国的文字书写高手真稿9月10号截止 6月25号文学奖开跑记者会当天 除了有台东诗词研究会成员蔡原子老师等所带来的古诗词吟唱 增添了文学气氛外 也播放后山知名书法大师林慎贤为后山文学奖提笔会好的记录影像 其实花东虽然人少但是这个环境非常特别 文化的底蕴也非常的深厚 所以我们觉得说用文学的方式来做这个书写是非常恰当的 所以希望说我们把我们这个独特的这个文化氛围把它表现出来 那特别是希望说虽然我们在后山 但是我们的想象力是无限的 我们是跟世界同步的 也希望说大家用文学的力量 把我们特殊的魅力能够展现出来这样子 后山文学奖自2018年度起 拥有专属的主题末宝往未来的文化里程碑前进 后山文学奖已经进入第五届了 报名期间从现在开始到9月10号 欢迎各位一起来投稿 台东所在综合报导